周四悔战漫画248来了 故事事节上语话胡章即将刺死素挪 但大家都猜到了 胡章未能持终素挪 素挪在展上胡章后 素挪心想就算日车死掉了 他也把素挪的周距脱下水了 此刻素挪注意到胡章的腹部已经完全愈合 接着我们看到 罗罗和悠悠带走了日车的尸体 素挪却认悠悠拥即使传送的术士 五条窝的尸体也是因为他而消失不见 素挪分析 他们把受伤的人送到孝子那里 但是 但将反转术士运用他人时 效果通常不到自我疗愈的一半 而且令人惊愈的是 胡章在一个月之内就学会了如何使用反转术士 素挪看到胡章的成长 心里暗自盘算着可以好好玩弄一番了 但他却莫名感到一阵烦躁 胡章看到素挪发呆而吓了一跳 素挪在想日车死了会不会让他扫兴 但他很快就安慰自己 他从来没有指望从别人身上得到满足 对他来说 玩弄人心就是消磨时间最好的方式 直到他永远长年 素挪认为他从未想过 自己到底追求什么样的理想 是不是一种超越生命本身的愿望 对周术士而言 消灭他或许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吧 素挪摆施不得其解 为何看着人们最多理想会如此烦躁 千年前他就见识过类似的家伙 如今依然如此 接着素挪意识到这些感受源于胡章 他很清楚 无论他多少次吹着胡章的灵魂 那小子总会重新站起 素挪意识到 即使是远远弱于他的家伙 只要拥有坚定的意志 而对理想的执着 也能与他抗衡 而这让他生生不爽 素挪断言 他必将摧毁胡章的理想 突然闪耀的光芒 让所有人都惊讶不已 肖静宣布 一位玩家添加了新的规则 扶黑会先拥有启动 天元与人类合体的权限 日下部怀疑 这是眷所的备用计划 意识到遗骨的突袭成功 触发了这个计划 日下部表示 素挪你比眷所高明得多 因为他不会仅仅处于好奇 却搞出这种诅咒恐怖袭击 素挪表示 他将从杀死胡章开始 接着 他会杀死所有参与十面胡游的玩家 素挪还说 他甚至可能会与天元合体的产物玩一场 此刻 五条屋的学生 遗骨犹太加入战局 素挪冷冷地看着遗骨 恶毒地威胁说 你最好拼尽全力反抗 小鬼 如果你不能杀了我 你所爱的人 一个都不会剩下 李湘突然现身 试图将素挪击碎 同时说着 你以为你在跟谁说话 素挪则回应 原来是你王 接着 下周接见老师休息的 下周 没有咒素回战 等完整版出来了 我再做个详细的解说 那我们下个影片见 拜拜 拜拜 我再做个详细的解说